《環球時報》的標題是 尹錫月這次訪尾印證了一個評價 這個評價是什麼呢 稍後慢慢說 提倡竭令一句 韓國真的走錯了 當然有點酸 但他針對的問題也是問題一部份 不過似乎尹錫月政府作出一個選項 這個選項很明顯是去中投尾 這個是很明顯的 所以《環球時報》這麼說 尹錫月說要從美國帶回一頂核保護傘 但相對於他帶到美國各項獻禮和韓國利益 在這次訪問當中付出代價 那一頂核保護傘顯得虛而不實 比特會是增加新的風險 也說了 其實你是將韓國很多利益或商業利益 好像獻給美國 而換來一個其實很虛幻的核保護傘 這個虛幻的核保護傘 是令到《環球時報》社論認為 是令到朝鮮半島 是會有新一輪的緊張 因為其中的潛藏針對中國的一面 是為韓國自己埋下一個隱患 他引述有美國媒體形容 所謂華盛頓宣言 是美國勸了韓國放棄謀核 即是說你不要搞什麼核 我來保護你 我提供給你 形容其中的無花果葉 什麼無花果葉 讀聖經就知道 當這個始祖吃了禁果 就發現赤身露體很醜 於是用無花果葉遮住身體 叫做遮醜暴 他帶給韓國帶來的負面影響顯而不主持 將這樣說成外交成果 或者是尹錫瑜政府的勝利 更加充滿了反諷 與其說得到前所未有的核保護承諾 不如說他是史無前例 失去了自主性 自主性連續兩天 在環球時報的社論裏特別強調 昨天我們讀環球時報的社論 說到法國總統馬克龍訪問中國時 提到歐盟不應該失去自己的自主性 不需要依賴美國 而今天環球時報 就把馬克龍的說話 告訴韓國 你已經失去了自主性 因為真正的勝利者不是你韓國 真正的勝利者是華盛頓 當然 中韓關係一直都相當友好 而多年來 南韓政府都很期望中國政府成為了 去牽制北韓 最重要是當今之勢真正能夠影響平壤政府唯一 一個就是北京政府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多年來 似乎中國在這方面給南韓的信心似乎是減弱了 近兩三年來 你肥仔欣不斷試完又試著又試 南韓就活在這個威脅當中 所以這個促成了 一男子投向美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因素 叫韓國看清楚了 因為你所謂得到威脅 你那個核保護傘威脅其實我覺得容得挺有趣的 韓國的利益幾乎等於空氣 沒有實質的東西 不過我們很相信韓國那些大企 也都是微精眼期的 是不是完全斷衝了韓國的經濟等等 其實它是一個轉移了市場的重點 亦看到跟未來的科技發展很重要 未來講科技發展或者經濟科技 量不是最重要的 真是最重要的 即是唯有高科技高技術可以帶動新倫的經濟革命 好 又看看這方面其實香港人應該很重視 就是《台灣經日報》就說到 人民幣當國際貨幣的局限和機會 即是有它的局限有它的機會在這裡 這個機會可以說是由俄烏戰爭開始 令到突然間這個機會跳上台前 就是人民幣的國際化和人民幣 在世界經濟操作上的應用 因為我戰爭 美國施以對俄羅斯很多種制裁 亦警告其他地方不要跟俄羅斯做生意 因為跟俄羅斯做生意 過去主要是美元結算 你一旦用美元結算 世界的結算是會受制於美國的 現在脫離了美元的控制和霸權 強化了用本幣結算或人民幣結算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 我覺得就是巴西的新任總統盧拉 他在次演講上挺兇的 為何全世界一定要用美元 為何人民幣不是作為全世界的兌換貨幣 我喜歡看《經日報》 其實他真是很有中國文化底蘊 他講美元人民幣或全球的貨幣霸權 他講歷史 他說美元像是春秋戰樂時代的周天子 八百年的周朝進入春秋時代之後 霸權的威信開始搖動 周天子昔明的結果就是群雄並起 群雄當中跳到現代最強的最多是日元 然後歐元 不過都未能夠成功推翻周朝 挑戰給別人 不過現在有一個新興的霸主興起 就是引运B 人民幣可不可以做得到呢 他亦都引述數據 我和老總都特別重視《經濟日報》 因為他不是空口說白話 他往往用數據來支持他們的論點 今年一月不是很遠 或者找回舊的東西 美元仍然囊括全球 85%的金融交易 而人民幣僅計4.6% 大家看見這個勢開始動搖 他特別引述過現任財長耶倫這位女士 這位女士對美元一向很有信心 但他近期也有少少口風轉了 他分析說美國的美元霸權所謂遙動 是有遠因近因 和未來的不確定因素 有遠因 有近因 有未來 三方面加上影響到美元霸主地位的搖動 是的 原因就是因為美國長期以來 承著他的角力 頗不守貨幣的紀律 在1971年開始宣佈 美元和黃金脫鈎 而又擁有全球唯一獨佔性的印鈔權 通過超發美元來量化寬鬆 就是這樣 超發美元向全球徵收 變相徵收了一個註幣稅 即是發鈔 那個紅利是他自己拿了 但是就把通脹或通縮 是其他幫我負責 就是過去全世界的香港在來 都承受了 負責這些美元所造成的問題 另一個他看到的問題就是 其實澳洲戰爭 或者是分分鐘你又制裁我 抹收美元資產 於是很多國家都擔心 這個情況會發生在身上 於是去美元化的念頭都不斷去興起 再加上 國會戰爭促成了一些方面 你看見最近巴西總統 馬勞 去中國其中一個 可能不是很多報道的議題 其實都是講到貨幣問題 那些貨幣問題就是你們去不去美元化 諸如此類的東西 去到美元化 我相信都不是一個很短的時間做得到 第三個耶倫所說的 就是美國的美債膨脹的問題 美債的膨脹太多了 它會不會有一個信用違約是一個風險 那些美債之大 當然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就是中國 不方轉 說到人民幣 人民幣作為挑戰美元霸權的貨幣 相對於早前的日元 歐元是更有利的形勢 這並非因為中國的經濟體質更接近美國 或者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製造業大國 而是之前講到的原因 近因和債務三個因素 越來越接近極限和臨界點 除了人民幣中國強之外 你美國自己拿來搞 你自己整整自己 不過經濟日報就說 人民幣最終是否能取代美元 成為國際貨幣的概率 又不是那麼絕對肯定 它又引述回歷史 世界貨幣的全球第一次爭論 原來發生在1944年 英國首席代表 亦是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 凱恩施說他的著作很厚 他就從學理上反對 以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的貨幣 作為國際貨幣 因為主權國家必然 站在自己本國利益立場上 去制定貨幣政策 但是在其後那三四十年 證明他的理論是錯的 又不過這樣 又再過三四十年後的今天 就發現政治和國際現實 終歸令美元成為國際貨幣 那麼這個世紀 激過一個世紀的實現 會不會證明了 凱恩施其實真的有先見之明 你讀經濟學 你不摸一下凱恩施作品 你都似乎都還不懂 這些真是一代宗師 不過最最後的結論 他的結論沒有詳細說 其實人民幣作為一國的主權貨幣 自然都是 並非最理想的國際貨幣 對一個國家 但會國地說 中國金融當局是領先各國一部 自力研發數字人民幣 展開了大規模的實驗 在科技上更能取信於人的數字貨幣 將在未來重建國際貨幣秩序的新方向 你印證香港最近都說這些 數字講完了 Dprint社評摘地有升 香港很簡單 我們就扔著美金的7.8的歐 經常說脫歐脫歐的講字 但現在不是簡單的脫歐問題 而是你發覺貨幣的定義 是有一個新的時代定義 這個凱恩施那字還沒有認識 是呀 還沒有數字貨幣 不過中資銀堂是有對到 究竟聯繫匯率 是呀 中資銀堂開賭盤出來的 所謂賭的不是真的賭 即是你買的時候我和你對沖 這些是投資賭盤 中資銀堂夠膽開 但聯繫匯率可以多久呢 看香港現在 即是在中央眼中 我們最重要是無可取代的地位 而是港元的地位 即是能於美元和人民之間 是沒有一種貨幣 跟兩種貨幣之間有這麼密切的關係 我只知道很多家庭 現在有不同的戶口 不是純粹得港幣的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成績訂購支持